据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 近来韩国不少民众在网路上po文 抱怨信用卡缴纳没有预期也没有贷款 信用额度却突然被砍了一半 不止如此 信用卡公司的贷款门槛也在提高 贷款平均利率去年11月暴涨至15%左右 连业界排名第一的新韩信用卡在两个月内 将信用评分600分左右的贷款利率 上调3.6个百分点达到18%左右 信用卡公司纷纷指出 高利率加上经济恶化 基欠费用的用户可能会增加 因此以加强效率的经营方式 来克服历史性的经济危机 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风险管理 但信用卡公司除了上调贷款利息外 更进一步大举减少各种无利息 分期付款等优惠 因此比起努力改善经营 更多的是以客户为对象进行负担转嫁 装社综合报道